Hello 大家好 我是玲玲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修球的大棚里边 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修球的一些养护 修球养护的话 无非就是这五点光 水 土 气 肥 咱们先从光照跟大家说 我们大棚里这个光照的话 是比较柔和的一个光照 就是那种折射光 散射光 这个阳光就给人非常的舒服 然后这个花的话也是感觉到非常舒服的 所以说它不需要强烈的阳光 那种直射光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强光曝晒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水 水的话就是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好多花友说它几天浇一次水呀 就是您摸一下这个盆土表面 干透浇透就可以了 再就是土 土的话像咱们花友们好多花友说 这个泥碳土是不是养不活修球呀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泥碳土是可以养活修球的 咱们大棚里边这些个所有的修球 都是用泥碳土去栽培的 所以咱们花友们可以放心去用 而且这个泥碳土它的吸水透气性 还有它这个松软性都是比较好的 咱们花友们您可以放心去使用就可以了 再就是这个气 这个气的话咱们花友们在养护秀球的时候 它需要一个比较通风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像咱们大棚里的话 它是有这种排风扇的 所以说在咱们家庭养护的时候 也是需要一个比较通风好的环境去养护的 再就是用肥 用肥的话你可以用一下这个花乐多优质颗粒控制肥 或者说花多多水溶肥 都是可以用的 这就是有关于这个秀球的养护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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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